你打150,110说你是弱者 是让我陪你是不是 你是弱者,你可不是弱者 你可不是弱者,你可不是弱者 你可不是弱者,是不是 我可不是弱者,是不是 我可不是弱者,是不是 有没有前理了,你说 你哥人,你哥人踢我的,你太了吗 我陪你,我陪你个屁 我还要我再看 坐拥百万粉丝的女网红 竟公然在大街上对外卖员全打脚踢 甚至还出言辱骂外卖小哥 然而面对女子的羞辱 外卖小哥却一直保持着风度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9年3月20日 在一座大商场里 一名美团小哥 正急匆匆抓着手机准备去送餐 但是对面却突然走来两人 领头的女子身穿蓝色上衣 走到外卖小哥身前就拦住了小哥 并且张口就让小哥赔他钱 说是小哥寡蹭了他的豪车 外卖小哥一瞬间有点猛逼 因为眼前的女子他根本就不认识 至于女子口中说的什么撞了豪车 他也完全不知情 然而见外卖小哥一脸诧异的样子 女子却瞬间恼火 对着外卖小哥就是一阵语言输出 一边骂还一边推搡小哥 小哥被推骂的也有点生气了 于是便回了两句嘴 女子一直说你这种人怎么怎么样 还说自己就是干媒体的 难道还会逗他玩吗 话里话外都有种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而跟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 则掏出手机在拍视频 周围也渐渐围了不少吃瓜群众 女子见此更是嚣张 见外卖小哥开始还嘴 并且躲开了他的推搡 他直接就追着小哥打 不仅用手戳外卖小哥的头还上脚踹人 外卖小哥一边躲闪 一边也掏出手机记录事件过程 小哥还急着送餐 便向商场外走去 女子不依不饶追了出来 继续对着外卖小哥出言侮辱 为了不和女子在发生无谓的争执 小哥便决定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女子一听到小哥要报警 立刻大声喊着有本事你报呀 可女子嘴上说着让小哥报警 但身体却很诚实的 去抢小哥手里的手机 一边抢还一边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这给小哥都整不会了 当场反问既然让自己报警 那为什么还要来抢手机 小哥一边后退躲避女子打过来的巴掌 一边抬手挡着女子进攻的动作 可女子似乎觉得有理就在升高 直接倒打一耙 说小哥打他 还一直强调自己是干媒体的 想要以此来威胁小哥 这给小哥气得不轻 围观群众眼看两人这事 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 便好心帮忙报了警 等到警方赶到后 在警察的调解下两人才算平息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才只是的开始 拥有百万粉丝的女网红 公然如骂殴打外卖小哥 甚至在小哥准备报警时 抢夺小哥的手机 路人都对女子的行为感觉生气 于是立刻报了警 还将这段视频拍下来发布到了网上 而警方听过了解 女子抓着小哥不让其离开 是因为在一个多星期前 也就是2019年的3月12日 那天女子的朋友借了女子的车子出行 在行车途中与外卖小哥发生了寡憎 事后交警赶到现场处理了这起事故 通过目击群众的描述 以及监控拍下的画面 发现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 主要还是开机动车这一方的过错 所以最后交警判定此次事故 女子的朋友为全责 外卖小哥不用赔偿任何损失 一切修车费用由肇事者自行承担后果 而女子的朋友回来后 就与女子哭诉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结果女子认为 自己的朋友被外卖小哥给讹诈了 本来这起事故也就这样就结束了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过了几天也就是3月20日这天 女子和朋友在逛商场的时候 又再次见到了那天 与之发生寡蹭的外卖小哥 朋友便拉住女子 指着迎面走来的外卖小哥 告诉女子就是这名外卖员撞了他的车 女子一听当即就不乐意了 决定出手教训一下外卖小哥 这件事在网络上也持续发酵 大家纷纷为外卖小哥发声 万能的网友也认出了打人女子的身份 确实有一定的来头 女子是一名汽车领域的博主 微博名叫王希希 靠讲解各种汽车性能 劝了300多万粉丝 还有人从她曾经的作品之中 扒出这样一条视频 她表示在开车遇到问题时 一定要做一名高素质的车主 不要激化矛盾 应该心平气和来解决 这番话可以说是说的非常漂亮 但是自己遇到事情后的做法 却如此蛮不讲理 更有网友扒出了她的学历工作等个人信息 根据网友们的爆料 王希希大学习的是波音主持专业 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主持人 兼职车评人 同时还是一名平面模特 而且她的学校也是重点类的艺术院校 可见她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就更让网友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生气了 6月23日 女网红殴打外卖小哥的视频 经过各把月的发酵 网上骂王希希的也越来越多 迫于舆论压力 王希希发布了一片微博来解释这件事 称后来她发现是个误会 已经向外卖小哥进行道歉了 且得到了小哥的原谅 本以为发完这篇帖子之后 网友们就不会再揪着这件事不放了 但她却低估了网友们的愤怒之情 女网红当街爆打外卖小哥 只因怀疑外卖小哥撞了她的号车 然而了解事情经过后 却发现根本就是女网红倒打一耙 一瞬间 女网红遭到了网友们的口诛笔伐 虽然她发布了道歉声明 但网友们却丝毫不买账 2019年6月23日下午6点左右 300多万粉丝的王希希 在微博上发布了道歉声明 但是在这篇道歉声明下方的评论区之中 几乎清一色都是指责她的负面评论 纷纷表示这个道歉小哥接受 但是广大群众不接受 因为她作为有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公然辱骂殴打他人 简直不能容忍 结果这篇道歉声明发布没多久 她就不得不关闭了评论区 而第二天她还以名誉权受损为由报了警 结果这一举动让网友们更诈了 本来网友们是希望她能认真诚恳地道个歉 而不是如此敷衍的几句话轻飘飘带过 事件影响已经很恶劣了 道歉还不认真 结果网友们再一次攻陷了她的评论区 或许是实在承受不住压力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段视频 当时的我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举动 非常非常的鲁莽 上去这个美团小哥进行理论 甚至也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这种口角 后来呢 这个事情经大家说开了之后 发现是一个误会 所以我也跟美团小哥认真地道了歉 也非常感谢美团小哥对我的谅解 然后这件事情最后也以3月20号的凌晨 我们在基金派出所录了笔录 双方是以和解 看得出她打人的时候有多嚣张 现在道歉的时候就有多卑微 虽然后来事件的热度渐渐平息 但是她却已经很久没有动态了 现在去她的微博讨论区 还能看到有不少对她的负面评论 可见互联网不是没有记忆的 作为小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更应该注意 毕竟能有一定影响力的本质 还是粉丝和网友给的 退去这些光环 网红也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甚至其自身带给社会的价值 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人